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结合多年来 国家在特别行政区制度构建和发展方面的实践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有多种可用方式 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做出决定制定法律 修改法律 解释法律 将有关全国性法律 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指令等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 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 提出了采取决定加立法的方式 分两步予以推进 第一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做出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就有关问题 做出若干基本规定 同时授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 第二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授权 结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 并决定将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raid舍